好 今天要帶您來看到這名個案四八五 他是一名從美國返臺的十多歲 本國級壽年 根據瞭解 當時他入境臺灣時候 沒有疑似症狀 但是他在這個居家檢疫期滿之前 經過地方衛生局採檢之後 確檢 由於整個過程 不符合中央的檢疫規範 疑似是有特權 外傳 他是某個外交高官之子 因此現在指揮中心首度證實 要啟動中央正風調查 也要瞭解為什麼地方政府會跟他採檢 一個頭兩個大乘的個案四八五 從美國返臺一直都毫無症狀 卻在隔離的第十天 張浩衛生局主動採檢確診 但這疫調過程不符常規 指揮中心出手 啟動徹查 我們的指揮官在昨天已經下令 就是請我們的正風單位 針對這個衛生局進行正式的調查 大動作找了正風單位 根據中央規定有症狀才能採檢 明知道如此 那麼彰化為何逆中央而行 第一時間傳言 個案四八五疑似某位外交高官的兒子 才能享有特權 外交部以個資不能洩漏 沒有正面回應 再來一說 彰化先前資格發起萬人血清檢驗 會不會是其中一人 但彰化衛生局資格否認 對真相始終交代不清 我想我們都照程序做的 就是近代中央的知識跟調查 相較前一天不斷跳針說 近代調查多了幾句話都是按規定走 但疾管署似乎還是不高興 正風調查勢在必行 前衛生局長楊智良也表示會出手查辦 似乎案情真的不單純 這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可以稍微去關心一下 那發現這個裡面是因為高官 是因為有人送紅包 是因為有貪毒 這才需要正方 個案四八五究竟是身份特殊 或是還有其他營利情結 犯言人莊成祥以開會為由並未回應 一切恐怕還是得等到下午祭酒會 大家長陳時中資格出面才能釐清 今天黃志杰科費宣台北採訪報導